那個詐騙的人還一直不斷在聽我們處理的怎麼樣 我還可以聽到他們熙熙熟熟說 他們現在處理的狀況怎麼樣啊 錢領出來了沒 然後後來我那個銀行員姐姐就跟我說 嗯妹妹 就是妳的這筆錢剛剛在嘉義的一個郵局 被領出來了 他就不說話 但也不掛掉電話 就等於他拖延的那些時間是為了讓 領錢的車手啊 去把錢領出來 然後他還說 一定是您操作上有錯誤 請您再幫我再操作一次 他就想要再詐騙你一次 詐騙手法推陳初心 現在不只有假賣家還有假買家 連知名網購平台也都成為受害者 日前就有一名剛出社會陳小姐拍攝影片 講述自己在網購平台販售商品 居然反被假買家詐騙 而且對方知道她是新賣家 還用系統要升級等原因 讓他們重新設定銀行授權認證 對方還假扮銀行行員 打電話給陳小姐的電話 跟真的銀行電話號碼幾乎是一模一樣 我其實一開始都有保持一點警戒跟懷疑 可是我比較少 因為剛出社會沒有很久 所以我比較少接觸金融的機構 尤其現在蠻多東西都可以在網路上面 或是電話上就處理好的 所以我就有聽信一個假扮行員的人 跟我說他需要做一個是我本人的驗證 那他的第一步是先取信我 他是透過就是在我的網銀APP上面的那種欄位 他說要驗證我本人的身份 所以他就希望我在轉帳的這個功能欄 他本來不是說轉帳 他就說希望你在我的APP頁面裡面 幫他做一個身份證的驗證 然後我就看了身份證用證 我說要在哪一個欄位輸入 他說在轉帳那個欄位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因為輸入的是身份證 我相信身份證一定不可能是一個正確的銀行碼 所以我就輸入了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對對對就是這樣子 那你告訴我在金額那邊輸入12 那最後再告訴我說 這個失敗的代碼是多少 比如說S012之類的 我就告訴他 他說對這樣確定是你本人了 那你目前的話 你的個人資料我們已經幫你開通了 那稍後的話可能會請你做關閉什麼的 我就說那我在忙 等確定要關閉的時候再跟我說 他那時候就開始跟我說要加LINE了 那那時候我覺得沒有必要 你就打這支電話給我發這樣 那到後來的時候 他真的真的在打來了 那打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要釣魚的那個部分 就要上鉤了 前面先POWER後面要上鉤 他後面就是真的是 念了一整串銀行的號碼 然後在金額那邊輸入49988 我就說真的假的 可是這次轉帳欸 是五萬塊很多欸 然後他就說 那請你不要擔心 就開始用一套自己是 就是要為我好啊 他正在我立場說 現在詐騙很多要保護我的個資 我一定要把個資關閉 不然可能會有什麼樣的 權益上面的侵害這樣 然後就誘導我做接下來的操作 那我第一次的時候 我沒有真的輸入 我就說他就說 沒關係 我覺得你可能沒有那麼信任 我們沒有關係 你一樣在號碼那邊 幫我輸入12 然後他先念了一串 完全不是那個郵局碼的號碼給我 然後後來他第二次的時候 他說好了 那這樣您可以相信我們了 然後我再真正做一次操作的時候 錢真的轉出去了 我當下超慌的啊 然後他還說 一定是您操作上有錯誤 請你再幫我再操作一次 他就想要再詐騙你一次 千萬不要相信他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一定不可能有問題了 所以我就打算 我就說 請問你是第一行設定分行的哪個單位 您的職稱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 他是主任啊什麼之類的 之後我就說 我現在不想要再電話上廚禮 我想要去總行可以嗎 他竟然跟我說 可以啊可以啊 然後到總行的時候 我就說 小姐不好意思 我遇到的問題 請問我可以找誰解決 很緊急 可能是詐騙 然後他就 那個小姐就馬上幫我接起這個電話 就說 請問你的員工面號是多少 那個人當下整個完全無法回答 答不出來 然後他就一直 我們大家一直問他問題 他就不說話 但也不掛掉電話 然後我就發現 那個詐騙的人 還一直不斷在聽 我們處理的怎麼樣 還可以聽到他們 熙熙熟熟的說 他們現在處理的狀況 怎麼樣啊 錢怎麼樣了沒啊之類的 就有點像是在互相討論說 錢領出來了沒之類的 你已經有聽到 我已經聽到 他們在跟彼此說話了 然後後來我的銀行 服務的那個銀行員姐姐 就跟我說 嗯妹妹我跟你說 很遺憾的是就是 你的這筆錢 剛剛在嘉義的一個郵局 被領出來了 就等於他拖延的那些時間 是為了讓領錢的車手啊 或者是就是那種 詐騙的人 去把錢領出來 然後後來我一定要錢領出來 過沒多久 我馬上把電話掛掉 然後他就一直不斷在打來 但我就沒有理他 然後銀行的行員 就直接幫我報警 他打來是為了要什麼 他錢都領到 對啊 可是他可能想要拖延時間 或是希望我不要報警 他會幫我處理之類的 讓我在操作啊 或是在繼續騙之類的 因為他一開始 有先問我餘兒什麼的 他知道有超過五萬 他就會想要繼續再行騙 他這五萬塊 真的是對你來講 生活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在台北一個月要存多久 才能存到五萬塊 每個月這樣子 房租啊 什麼東西花一花 能存下來賭錢也不多 會現在就會開始神神花 不過心裡有點糾結 就很猛 到底應該神神花 還是趁沒有再被騙 趕快買我想要買東西呢 不然存起來都被騙 對啊 存起來都被騙走了 但我相信有一次 就不會再有第二次 會揚起這種防炸體質 而對於有賣家被詐騙一事 記者也在今天取得 網購平台三點聲明回應 強調詐騙集團 都是用假網站或假網址釣魚 網購平台沒有提供 真實各自有訂單資訊 以及網購平台是有主動阻斷 詐騙手段系統 但詐騙集團是使用 平台外部社群粉絲團 或通訊軟體來詐騙 並非平台能夠防炸的範圍 另外平台都會主動監測 假冒網站向E6回報 賣家實名認證 針對短時間 重複發送像用圖片或文字的用戶 進行預防性的停權 同時也呼籲用戶 千萬不要點擊不免的外部連結 來保護自己